姚思榮議員 同時,對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業帶來直接的幫助 多年來,政府和有關的團體都會不為餘力地爭取一些高層次專業性強的活動在香港舉行 社會各界都會支持和配合,效果也是相當明顯的 2016年7月,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將會在香港主辦 這是世界公認為水平最高的中學數學競賽 也是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學科競賽之一 屆時預計會有超過100個國家、1000多名參賽者和隨人來香港 奧數比賽能夠在香港舉行,將會得到國際傳媒廣泛地報導 有助提升香港在國際的整體形象、學術地位和知名度 令參與者、參賽學生和家長齊齊感受到香港的城市魅力和好客的文化 與此同時,借助本次的賽事 向香港的學生和家長傳達了正面的推廣數學科的訊息 提真重視這個學習、數學的風氣 無論在短、中、長期都會對香港各方面 尤其是學界都會有著正面的影響 希望政府能夠向賽事投入資源、盡好地質之意 比賽時能夠順利地進行 充分地利用好這次宣傳香港的機會 主席,要籌備好這次活動 本人認為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政府是要支持 按照以往組織同類型活動的經驗 單靠主辦方一力一己之力 要達到明顯的成效是會有一定的困難的 我同意劉議員的意見 歷屆的賽事要做到有聲有色 主辦國一般會請當地重量級的人士擔任贊助人 香港在1994年主辦這項賽事的時候 也是由時任總督的彭定康先生親自擔任贊助人 如果行政長官能夠擔任這一次澳數比賽贊助人 既顯示政府對這項比賽的重視程度 也有利鼓勵各方積極參與和贊助 政府各部門更加會著力支持這項賽事 賽事成功的機會就會更加大了 第二,在開支方面是要實事求試 記得上一次香港主辦all show的時候 是遇到籌款的困難 籌委會一度考慮放棄這個主辦 項目差點流產 1980年蒙古主辦的時候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支付比賽的費用 比賽停辦了一年 借鑑之前的經驗 香港再次舉辦這項賽事 應該是堅持量入圍出的精神 應該盡量壓縮各項的開支 做好預算 避免出現財政問題 無數比賽面向的是中學生 又是學術性的交流活動 賽事的安排應該以專業、安全、優質、節約為原則 遊覽活動主要是要給參賽者體驗香港的地道特色 接待規格就設計這個豪華或者奢華 根據主辦機構的預算 整項的賽事約為二千萬元 雖然得到教育局同意贊助開幕、閉幕典禮 以及製作獎牌等費用 但目前仍然有較大的財政缺口 我同意賽事除了要力增各方贊助之外 政府也應該協助主辦的機構 申請這個城市基金作為啟動的費用 給主辦的機構有這個資金 有時間落實未來一系列的動員和組織工作 第三 要充分地利用社會和政府的資源 大家知道各國的參賽者和隨行人員 在香港期間 難免會參加各項的文娛和旅遊活動 如果主辦的機構能夠主動地爭取 其實有很多現成的資源是可以考慮的 譬如向政府有投資的景點 包括迪士尼、海洋公園、港平360、濕地公園等 嘗試感向對方要求提供活動的場地 和門票的贊助 康民處也可以協助舉辦 戲曲和音樂會等專長的表演 香港的博物館和這個展覽館 可以因應當時的主題 安排相關的專題展覽 如果能夠成功取得各有關單位的支持 不僅可以減輕主辦機構的成本 參與各方為達到宣傳之效 也會積極地配合 有利整項活動的進行 主席 本人是會支持劉議員的原議案 預祝數學大賽能夠成功舉辦 本人僅此陳詞 攝影 waist 1 1 1 2